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東周投資會 Hello Kelvin Hello,大家好 復活節假,第二天的開市 大家想看看復活節假後的市況點 現在就報一下市 今天恆指收報20309點,跌了175點,成交1080億 重要資訊包括市場觀望美國通脹數據 騰訊大股東將騰訊股份轉入seekers 市傳日本將批准大阪開首間賭場 交給Kelvin說明市況走勢 第二季就過了一陣子,過了幾天的 假期完了,接下來市場會怎樣呢? 有什麼辦法可以留意呢? 其實港股在假期之前都升穿了20,000點 都看好一點 看回現在20,300點 其實都受制於大概50千元平均線 20,400點 次市升到這個位置 就掉頭回落了 不是第一次的 其實較早之前 在大約是3月初的時候 也都是差不多20,068點 就掉頭回落了 看來這個位置都挺大的阻力 那今晚就有公佈CPI的數據 就預計會5.5 但是呢 我就覺得沒有那麼樂觀 看這個視頻來說 因為始終現在都是一些高位 你要突破這個位置 看來就不是那麼容易 大概是20,600點 這個位置 看來就不是那麼容易 我覺得呢 就落到20,000點 以下這個機會就比較大了 那所以呢 今天都有人有貨 就先走了 就先避一避 尤其是一些科技股 這一類的股票 都是一個跌市的重災區 所以暫時來說 暫時來說 我都叫人 不要撓著這些科技股 尤其是被人們 擺入Seekers那些 那些 那不就只是騰訊 連我的外股 和美元都被擺進去 就是918 這些都不要去碰住 始終一跌下去 這一類的股票 都是一些跌市的元通來的 那你見到呢 現在呢 一動恆生指數 就是拿這些科技股來開波 那所以呢 那些科技股 暫時就不太適合撈底 真的呢 等市況明朗化 就是見底回升的跡象 然後才能夠進入 好 我們先看看圖表 那其實呢 其實呢 過去一個月呢 科技股表現是不錯的 就是之前是可能一片紅色 那過去一個月 其實基本上 京東的暫時持平 那其他都升超過5%至2% 就是尤其是阿里巴巴 都是消息大動之下 都升超過2% 阿里巴巴現在又怎麼看呢 阿里巴巴都是上落格局 你又升不出100% 但是又跌不到去 就是跌不去90% 那都是暫時都是在這個位置 那其實你看到很明顯的 就是做了一個M字 類似 那又在底部 94% 94% 93% 那看看今晚的CPI數據 有沒有黑T雲事據 那有機會呢 如果有機會呢 就補回裂口了 如果沒有的話呢 有機會就是 就是93% 94% 這些位置呢 就會定不到在這裡 那阿里巴巴始終都是 就是六神分體 那它之後有機會 有一個分拆的月務 那釋放回它的那個 價值出來的 那阿里巴巴呢 都可以先提高一點點的 那暫時來說呢 所以你看到呢 雖然它的股市不穩 但是呢 它都可以咬得住 喂 95% 96% 這些位置 都算有交代的 你看到 美團那些 一早已經下回130元 夠100 150元 那樣 那如果正常來說 喂 跌回百多元 但是它很明顯呢 它這次的韌度比較高一點點了 那我覺得呢 如果你說補不了離口 那就下回94% 93% 這些位置都可以罵的 那所以看今晚的CPI數據呢 有沒有一些 就是在表現的突出 那如果有的話呢 廣股止跌回升呢 阿里巴巴呢 也都去提高有線線的 除了科技股 接下來有些什麼辦法 可以留意呢 譬如今天內房都逆市漲 是啊 你見到內房呢 其實已經今天了 昨天已經漲了 那其實這些數據呢 其實都頗利好 一些內房的一些公司的 那例如 看到了 那其實呢 除了那個數據好看之外 那見到 那內地的貨幣的政策 也都寬鬆 那經濟復甦了 那也都呢 三個利好的消息呢 導致呢 內房的反方也都炒起了 那見到呢 其實首季來說呢 很多的一些內房的銷售數 也都止跌回升 同比呢 銷量都有雙位造市的升幅 那證明呢 2023年的首季呢 那個購買力呢 也復幅回來的 就不像去年那樣 真的呢 那些人買樓的人都沒有 好啊 那見到呢 今年來講 就叫了好很多的了 那見到呢 今天雖然是個跌市 不過呢 你看到啊 碧維園啊 龍湖啊 這一些呢 其實呢 都逆市做好的 那所以我相信呢 這一輪的股票呢 都有力呢 再度了 去升一些高位 那現在都是選一些 內房呢 都是選一些大隻小小的 那些呢 我建議大家呢 就不要去限制 例如 旭輝啊 884啊 這些這樣的股票呢 那暫時都是 就是 你看到蛋呢 都沒有輪到它 那為什麼呢 都是小的 都是一些小型的 一些的 房企啦 那蛋呢 都沒有輪到它先的 因為很多時候呢 內地都是 舊市呢 就是先搞一些大的 有些優質資產先了 那那些小小小的 一些資產的 那些的房企呢 他們未必會夠住了 那所以來講呢 就是抵押 都有一些 找一些漂亮的小小小 來抵押先了 那你看到旭輝這些 又不是很大 一些公司 那些公司 見到還是蠔子股 真的呢 未必夠夠住了 那所以來講呢 現在呢 都是選一些 比較大型的一些的 內房 那例如 207啊 啊 啊 龍湖啊 這一類型呢 就比較好少少 質素的一些的房企 那所以呢 大家呢 就可以了 留意著這一類型的股票 這樣呢 3900啊 看起來 那它都幾不錯的 那今天都升了1.35% 雖然呢 它升空不是很大 不過也是上升 也都升了 那50千元平方市 10.7這個位置 六成中國 那所以呢 整個板塊呢 我覺得呢 有些指跌回升的跡象 那之前都叫人 不要買著手櫃 就是拿著拿著 不要入住 那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呢 你見到呢 一個很明顯的一個 的指跌回升的跡象 所以啊 就算內房 大家都知道有機會反彈呢 那大家都不要入住 因為呢 不知道反彈到什麼力度 還有呢 很多時候呢 都是跌一天就玩完了 那但是呢 昨天來講呢 看到呢 成交也都是駕駛齊升的 那所以呢 那內房來說呢 我覺得暫時來說 都可以看估一線的 有機會呢 會呢 會呢 循著那個上升軌道 繼續進發都未遲 那只要不要跌穿一些 主要的一些的支持位 那現在呢 變成了大概呢 整個板塊呢 50千元移動成均線呢 就形成一個支持位在那裡了 先我見到 另一個焦點就是 金礦股就全線升了 因為就金價重返兩千美元 關口以上 那樣 那就 因為大家都在看美國 通常數據那些 那樣 美匯就高位回落 所以呢 倫敦期金價格就止跌回升 那就怎麼看金礦股之後的走勢呢 那金股當然啦 是一個挺不錯的 一個避險的一個工具來的 那個市場如果有什麼不穩的話呢 就是金礦股呢 是成為一個挺不錯的一個 一個避險的一個地方來的 那例如說招金 100-100 你看到呢 今天都升得挺不錯的 是 是 升幅上去呢 4.6% 去到13.6% 這些位置 那見到 升幅呢 就完全就是 跑贏過大市的 那山東黃金也升到1% 1787的 所以整個金礦股呢 我覺得還有升了 不過可能要先回一回 那你例如 因為現在都升穿了 十天遙平均線都非常之多的了 就是幾隻我剛才說的 1787 1818 那也都升到 那我不建議大家去高追 那始終要調整 例如十天遙平均線 12元這些附近呢 你才可以買入 如果不是呢 就很大機會 就中招了 因為始終呢 金礦股呢 都是一段段的 你見到其實呢 金礦股呢 其實還行了一段的格局 那譬如 1818 是吧 它又差不多 去年11月呢 一直沒有還行到 去到 二三月的 那都是百元左右 最近來說呢 因為那些金價上升 那帶動了 它那個價格就一直 就是 虎價一直上升 那但是我相信那些金價 有機會回落的 那所以來講呢 要求回到十天遙平均線 你才去買入 那那個寂寞空間才大 那看看其他那些金屬板塊 例如2600 我們 中國累積也挺喜歡這隻股份 不過最近呢 其實它雖然有 挺不錯的上升的情況 那最近來講 連升兩下 去回4.3這些位置 那但是都沒有穿到 之前的左力位 4.4這個位置 那要打穿這個位置呢 這隻股份呢 才會繼續走上升 那因為這一類型的一些 抗業股呢 它其實都是一個周期性的 一些股票 它都好看一些 旅價 銅價 金價的走勢的 那所以這一類型的股份 大家都可以留意著 但是呢 未穿一些左力位 建議大家 就不要去入住了 那些中國旅業 這些類型的股份 都要先打穿了 好 看一下 我看今天看先 今天內需 看到海底low 雷也有跌幅 其實內需現在 暫時的走勢怎麼看呢 看先說海底low 6262 那暫時呢 它跌近去4% 那海底low 看到呢 其實呢 它的業績 就不太差 也有止跌回升的跡象 那它現在捱著 接近一條 100天堂平均線 20元左右 那我覺得這隻股份 如果在20元頂得住 有機會就上一些高位 其實它走勢不是那麼差的 其實都是一步一步上的 那現在捱著20.3 左右 剛剛就貼著那條 100天堂平均線 我覺得這些位置 可以薄薄 但是要穿了 19元這些位置 就可能要止虧離場 因為始終如果虧了一些 止虧位的話 我建議大家就走一走 那既然海底low 可以留意狗毛狗 狗狗二二 現在只剩了4% 那它現在捱著250天堂平均線 這個位置也可以試一試 我也覺得 明天如果沒有什麼風平浪症的話 那這個位置 我覺得可以試一試 17.5元這個位置 那為什麼呢 它又捱著250天堂平均線 17.5元這個位置 那你如果穿了16元 16.5元這些位置 你才可以考慮去做止虧離場 那我覺得有機會呢 就上穿一些高位 那看看20元這些位置 因為始終狗毛狗呢 那個質量是多嚴重 那還有呢 有些朋友上去了 就真的要排 排成幾彎 然後才能吃到的 所以它那個大義 孫蔡宇仍然呢 那個班戴率 仍然非常高的 實際考察過那些朋友去過 那它那個質量呢 都不是太差 那見到它全年的純利 都是上年來說 都是下跌當中 那當然 不要跟上年那個比較 始終疫情 那讓它們呢 那個純利呢 就下跌了85% 不過來講呢 其實呢 它主要其實 用了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 盈利呢 去開一些新舖 那所以呢 其實那個 令到它們呢 那個 在那個 在那個 盈利方面 有所影響 那但是呢 我覺得今年來講 在沒有了疫情的影響下 它們的 那個盈利呢 有機會指跌回升 也有機會發 很大機會 就是發營起 那所以呢 九毛九都可以了 都可以看過一線 嗯 我看到還有沒有一些 內需 現在其實 譬如李寧 安踏於類體育用品股 有沒有 好像市場好像沒有什麼 趨化劑 那樣 好像沒有人留意呢 都是比較差一點 因為你看到 內地的消費都疲弱 那一些的 一些的 內需股呢 其實之前 升了一陣子之後 又跌下去了 是 暫時說 港股都是指跌回升 那但是去到這些高位 那些人呢 就沒有什麼人去追 那所以 整個一個內需板塊 也都比較差 那看到一些的數據 也都顯示了 內地的那個消費 真是疲弱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導致一種的一些內需股呢 你看到呢 這幾天呢 都會做得比較差 那不單只是一些的 透用品股 連一些的啤酒股呢 支持比較強勢 嗯 嗯 291 是吧 華潤啤酒 那它都跌到 接近61元 這些位置 其實這隻股份呢 我都挺喜歡的 那你什麼位置進去呢 大概 60元附近呢 我覺得可以試一試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麼跌多日 到的了 隨時的天日 那有機會去回 大概50天遙平均線呢 這些位置 是值得 大家去吸納的 這隻股份 始終呢 它防守性也都比較高一點 那還有呢 它那個 質量呢 亦都比其他的 股份 是不錯的 那所以 291呢 是可以 大家去 考慮一下 即是吸納的一隻股份 那看到呢 那看到呢 雖然息率 不是那麼高 那市益都挺大的 接近2千億的 那 市盈率呢 其實今年來講 其他市盈率 都是32倍左右 那看完華原啤酒 看一看168 清島啤酒 那清島啤酒 要去到79元 然後才去鬧了 那清島啤酒 始終呢 它那個 每手的成本 是比較高一點 那大概都要 十六萬 二千股 那雖然來說 看到它 這隻股份 那個 我覺得 它的直播空間 就沒有剛才那個 華原啤酒那麼大 因為呢 看到它跌幅 都是 不是那麼高 那麼 高位跌下來 在86元跌下來 都是現在 都在說 82 83元左右 那其實跌得 不是那麼深的 那所以 我覺得呢 這隻華原啤酒 有機會呢 它是有些超賣 賣的情況 那麼 有機會呢 之後呢 只跌回升 所以60元 這個位置 是值得大家去吸納的 我看到今天呢 呢 跌勢比較厲害 是瑞星科技 2018 啦 有沒有說 原因是什麼呢 以及 你接下來是否真的不要沾手呢 看到呢 瑞星科技今天跌了 就 一成幾 低位收的 對 因為它在說 iPhone 15 就是iPhone 15 和iPhone Max 它們呢 有些零件是它們用不了的 即是技術問題 用不了 導致其實它們之後 可能會對它們的生產線 有所影響 那麼 看到呢 今天呢 局勢也比較大 那麼 交量也不小 看到了 成交也有6億 那麼 一下子就插進去 今天還要低收 那麼 明天很大機會呢 還會低開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是 是 始終是預期落空了 本身是增長位 是啊 那麼 它也是靠 就是 生產鏈也是靠 蘋果 那麼 這次呢 它們的出現問題之後 那麼 我看到呢 也到了 啊 股價也急插 還有在低收 那麼 我覺得呢 有機會呢 就繼續下跌都不出奇 那麼 回到之前 11月的低位 看回 12.2 這些位置 才有機會揣定 那麼 我相信這隻股份 大家都不要急於去撈底 真的 因為股價這麼重 還有看到它呢 還未見到止跌回升 如果止跌回升呢 今天呢 就應該反彈了一點 那麼 今天呢 連彈都不彈 低收低 最低位 貼近 低開低收 你看到都是在低位上回回 就是完全都沒有一些支持在這裡 那麼 所以這隻的話呢 我不建議大家去 始終都是整個基本面已經不同了 是啊 你今天還拖離了2382 信玉光學都是跌了1% 信玉光學當然好很多 那麼 那麼 今早上呢 你看一下它呢 曾經都有些下跌的 但是呢 很快呢 就修復一些失地啦 那麼 現在都是在做95.7%左右 那但是它上面的空間也不高 那都是在說 99啊 其實看到那個阻力都大了 已經是250天遙平均 暫時都不是一個好選擇 是嗎 是啊 整個板塊都是一般般 是 看到今天 其實看到一隻高位電子 1415 那今天曾經上去21塊 但是最後呢 收市呢 就什麼都沒有了 那麼 那麼 挖回這條10千元平均線 這隻呢 反而有機會呢 就再彈到一下 那麼 在這條10千元平均線 那這隻走勢就好很多 那麼 那麼買的話呢 如果那麼多隻選 我反而會選高位電子 那但是 都是短炒為主 這隻股份 千萬不要打算長叉 你看到今天的走勢 就知道什麼了 那很大機會 如果你高追的話 很容易的機會 就糟糕了 所以如果買的話 可能選這些位置去買 其實過去一個月已經升了兩成多了 是啊 但是如果你說買的話 這隻就少蟹貨 可以這麼說 因為剛才那兩隻都是蟹貨重重 那個關卡重重 那麼 如果買的話 都是選一些蟹貨比較輕的一些股票 一四一五是可以選擇的 所以考慮一下這一隻 那就是二百五 比亞迪電子 那這隻股份 沒有什麼特別 那也是 找到大概10千元平均線 23.7這個位置 暫時在做24元左右 所以這隻股份 你說買的話 直播空間就不會是很大 因為你看到 上網空間其實都是一條 大概是25元左右 就是這隻股份 因為見到 在那個一八天要平均線 一個阻力都很大 所以整個板塊 我都不建議大家去買了 那不如說到一二一一 那隻車股 接下來怎麼看 看到一一一 今天跌了2.2% 高位就賺229元 那 看到在巴菲特再度減持 那套現大概就是5.4億 那其實持股 就是套現的速度 又不是說真的 認真這麼快 它都是一直一直一直 但每次升到那麼上下 那麼上下水平 就有沽一浸的了 是的 又沽一浸出來 但是那個數量 就是你見到速度 沒有以前那麼快 已經是 已經不急的 但是大家要留意著 它去到220多 230多 40多元 這些位置 差不多 是的 它都是 就是好像散戶一樣 看到高位就沽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它在什麼位置進去 我覺得呢 大概210元 直播空間大 大概100元 平均線 那麼它的基本因素不差 因為始終它的數字 就是有20多萬 在3月份的銷售數字 是不差的 而且看到內地的那個減價戰 那個新能源起的減價戰 對它的影響又不是很大 是很大的 而且之前來說 減了補貼 但是對它的影響 看來都是微乎其微 所以比亞迪一定是秤高一些 但是現在你說升了上來 直播空間就不重了 那一定要回到大概210 213這些位置 一個直播空間才有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感謝Kelvin的解答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拜拜